音樂 這裡是教育局檔案應用展示中心 因為檔案必須要完善地保存 所以我們就建置了這樣的檔案室 等一下讓大家能夠進行餐館 教育局裡面有很多很多的檔案 老師每天比如說他們收的公文 主任上有收的公文 然後到時候會會集來 然後就放在這個檔案庫房裡面做保管 那A場地大概就是檔案的簡介 跟小學堂跟VR的體驗 你因為不能實際進到那個檔案室 所以他讓我們用VR就這樣進去 然後實際看一下 今年我們的檔案已經超過160萬件 160萬件非常的多 這些檔案經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可能十年它的時間已經到了 譬如說保存期限是十年 十年之後它就可以進行銷毀 那如果是永久檔案 那我們就會進行檔案的轉移 B場地我們有一些以前之前的文物的展 然後就整個檔案的展 這是整個我們教育的大事記 103年開始實施十二年國教 只有現在的小一才是十二年國教的新課綱 因為檔案我們剛剛有講大部分都是紙類對不對 紙製品 所以它保存必須要注意 要防潮 檔案庫房裡面它也有冷氣機 因為必須是很溫 檔案這麼多這麼多 總共是143公噸 相當於大象幾隻 29隻 也要避免因為地震火災所引起的那些資料 那不然你保存這麼好的資料 就複製一句就沒了 C場地就有一個體驗區 然後等於製作小說會在C場地 有沒有看到它的線 你就沿著線都折就對了 先把它折出折橫 這樣你做小書的速度就會變快 利用五酸黏繩綁在小書上 它可以讓那個小書不會發霉腐壞 公務機關執行公務時產生一些公務紀錄 公務紀錄經過收集後就是機關檔案 那每一個檔案其實它都會做分類管理 那總共有474個分類號 把以前所發生的事情 一一好好的歸類 就是能流傳到後代讓別人看到 過去的歷史可以讓胃癌跟進步